男子走上棋楼手上拿着一瓶啤酒 被警方拦下要求酒測 还不甘不愿不想配合 从天黑炉到天亮好一段时间 酒測气吹下去结果 男子总算配合吹气酒測 酒測值出来0.2毫克 立刻遭罚9万元 还被吊销驾照 只是法院竟然撤销了法单 当时男子被警察拦下来的时候 他已经拿了一罐啤酒 接着他从车上又拿出了第二罐啤酒 但是有没有喝成为了判决的争议点 台北市中山区去年5月5号 林姓男子将机车停到原行道后 遭警方拦下 林姓男子被拦下后拿出啤酒来喝 遭到警方制止 他又拿出了第二罐啤酒 当着警方的面猛罐 警方要求酒測 男子的酒測值为0.2毫克 遭罚9万元并吊销驾照 法官认为 男子到底有没有喝第二罐酒 秘露器没有拍到 而且原警一下说对方有喝 一下说没喝 说法有瑕疵 决定撤销罚单 我觉得这有点争论 但是照理来讲应该不太合理 会造成社会大众不好的示范 在原警的搜证引态中 他没有饮酒的事实 饮酒的画面 过去也出现疑似酒驾 却撤销罚单的案例 过去也有民众 因为想要逃避酒測 将自己反锁在车内 警方最后开出9万的罐单驾驶 声称自己在睡觉没有听到 法官认为 男子的动线是停车 没有接受酒測的义务 最后竟然也撤销了罚单 夺酒測的花招 白白种 还用各种理由想逃避行责 民众不想吃上罚单 就应该尽量避免 在骑车或者开车时碰酒精 记者詹长成 陈寅入台北参访报道